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你政协委员都聊了 说那不仅网络不是话外之地 二次元也不是话外之地 你们这帮孩子的二次元 你们在干什么 对 你们在干什么呢 难道我们就让孩子们受荼毒吗 对吧 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们这个头发白了 你要弄清楚 前一阵在亚伯利 这个他企业家论坛 你知道马云 咋那嘚瑟吗 马云就是说 我就是完全世界是年轻人的 我就是全力支持年轻人 我们面临的所有的问题 我们这帮老帮菜也没戏 都是要靠年轻人给出答案 然后旁边那个主持人 那个蒋长健就问 说那马云你这么重视年轻人 那我问一下 你知道什么叫二次元吗 马云非常有信心的说我不知道 然后说我不需要知道 我只需要支持他们 放手让他们干 至于他们干的是什么 我不需要知道 所以马云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二次元 你给讲讲 我觉得你给大家科普川普一下 他这个就是他有一个用词 就因为他说咱们现实世界是三次元的 现实世界有长宽高 然后他说因为大家都沉溺在 这个年轻人有很多人是专门沉溺在 游戏和动画片的世界里的 以及这个游戏跟动画片所衍生的这种价值观和世界观 包括穿衣服的方式 包括行为方式 但是你看游戏和动画片它都是二维的 它不是长宽高的世界 所以就诞生了这么一个词 说我们是二次元的 最近有看一篇文章 有人讲这个VR技术 这个虚拟现实 为什么扎格伯格投了20亿美元 在这个上面 就虚拟现实 去年年底在上海世博会那 有人搞了一个这个 就发现有一个件事是恐惧 恐惧 就是这件事对人的哲学有影响 比如说西方学者就通过虚拟现实 他发现人的意识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两个地方 这就咱说的一心不能二用 什么意思 他的演示就给你戴上眼镜以后 设计的场景 让你一边跟周围的观众分享 你看见了什么 一边 就是说你有两个自我 一个是照在所有的感官被封闭之后 被封闭在这个虚拟里边之后 你还要跟大家讲你看到了什么 然后他们就看到了这个人的表演人格 和体验人格的分裂 然后到最后 他的这个介绍者的自我越来越hold不住了 因为他越来越害怕 就迎面过了一个人 哎呦 你为什么到我面前来 就看来就是你把你的所有的感官 比如是将来说穿上传感衣被封闭之后 你这个世界啊 你这个所谓虚拟的世界啊 他就等于封住了你所有的感官 然后直接影响你的灵魂 你的你的意识 就是说 所以我现在明白二次元是什么呢 像我们 就是见到有的孩子 他一天在他那个小黑屋里啊 关24个小时 就出来三顿饭 三顿饭跟父母也不说话 又进去了 也不出门 你明白这一个人他在这个游戏的这个场景当中 他生活了20个小时 那么你说对他来说是外边上的大街 更是一个是真实的世界 还是这里头是个真实的世界 那个虚拟的我看过 就是前一段时间 你给我拿过来看 因为他们想做虚拟博物馆 给我拿的是一个 就说现在是最先进的了 哎呦 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巨大的行李箱什么 那么多东西 我以为我当时就泛滥 我说你拿过来让我看看 结果来了以后 大包小包那么多东西 但是这些全部都是主机来支持这件事 我待上看了 看完以后 他们对我的表现很吃惊 您什么表现 因为我在那从头看到尾巴 我就没有任何 不为所动 不为所动 然后他们就 他们说 这里头的这些恐怖场景 你不害怕吗 我说我一点都不害怕 而且我认为他肯定打不着我 就是他比如一开始 你坐在一个椅子上 你能看见自己的腿吗 什么东西都能看到 然后突然就开始坍塌 其他地方都坍塌 我悬在那个一个 一个尖压边上 对 然后又怎么飞 有飞机什么 最后变形金刚 然后又不停的开炮 那个一拉管扔过来 叮咯叮咯的什么 都很真实 真实倒是很真实 但是我确实都不害怕 我就说我没有动 比如他 我后来我又觉得 是不是别人不这样 我就叫了几个别的人 我发现年轻人就不行 年轻的人看那个东西 就躲来躲去的 其实那东西你躲不躲 也是那样 他进去了 我进不去 所以他不是二次元 不 您是天元 这个说明 我们这个行业的技术 还不够进步 等这个技术 能把满页这样的人 等什么呢 说你现在只能模拟 这个大概一个视觉场景 等回头 我给你接上管 把你的触觉 嗅觉 全给你 全给你放 对吧 我打过一个东西 打你身上 你会疼 或者说你进入一个战争状态的 他马上硝烟味 你都闻得见 无胆 我全给你模拟了 对 那就有可能 就佛家讲的 眼耳鼻舌身 最后就决定了你的意 对 对吧 色生相畏处 最后决定了你的实 他就是这 所以我就说 你不要以为 这只是个游戏 他所谓这个二次元的里边 慢慢就衍生出 他的文化 生活方式和讲究 比如说在一件事上 我就跟你说一特俗的事 最近都聊蹲呢 你知道吗 你可以看一个照片 有一个谁啊 就在网上放出来这么一个照片 他看见俩女孩蹲在这个地铁站那 他觉得 在上海 对 上海 你看他说 这么随随便便蹲着 难看不难看 谁教他们的 这是什么生活习惯 好家伙 这一出去 网上就炸了锅了 是吧 就是说这个 网上什么意思 就是年轻人说这无所谓 对不对 年轻人都愤怒了 愤怒什么意思 你说说年轻人什么意思 不是 首先第一 我觉得挺好看的 你看这俩姑娘 对 这俩小姑娘 一看我一看她穿上打扮 肯定都是我马上随便人 对吧 我累了 我蹲会怎么了 我知道你说你了 对吧 而且我蹲着挺帅的 我觉得 我觉得漂亮 姑娘蹲着挺帅的 她是这样 你这个天员阵营的怎么说 survive 人家是这个蹲 是这个很复杂的 对对对 我们得讲讲点史 要不然 没错 我跟你很简单 蹲也是跟史有关系 对对对 你能从字语上解释这个词 蹲是一个词汇 你能解释吗 什么叫蹲 很难说的 足蹲 对对对 你把它拆开 对对对 其他好 你比如战力 坐都很容易表述 在语言上都可以很容易表述 我们今天在字典上 你不信你去查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表述 因为什么叫蹲 它说不清楚 蹲有深蹲和浅蹲 这叫深蹲 它往下蹲得很深 我们蹲不下去 岁数大以后就蹲不了那么深了 这是公处 古人解释这个词 用两个字 你很难 你今天我不说出来 谁都想不出来 这古人用两个字来解释一个字 你听得很有意思吧 这俩字叫虚作 虚作 没做实 你坐地上就实作了 你的地固着地了 你现在是虚着作呢 主人更深 它说虚作 虚作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么蹲的过去是有习惯的 过去为什么这么难看 首先是越穷的人越愿意蹲 家里没凳子是吗 另外一个都是穷人是蹲着 蹲着是一个人类行为中 就是各种姿势中最为猥琐的一个姿势 猥琐 对 我们是按照大范围说 不是说这俩孩子 就是说你在你所有站立肯定是尊重的 是强势的 你蹲在那一定是弱势的 你一个人站在那 一个人站着 一个人蹲着 那谁都知道这蹲着人肯定是有问题了 对不对 你在受到委屈 惊吓 就各种这个负面的情绪的时候 你都会蹲下 这是人类不由自主的一种保护最初 就是我蹲到我体积最小的时候 我是最心里最安全的 所以人受欺负的时候都愿意蹲下 对不对 你现在说的联系上我另一个嘉宾了 咱们这个陈丹青老师那天跟我聊 就是说他也做枪枪 我不知道他是讽刺我还是夸我的 他就说 他说我觉得你在这个枪枪里 你坐在中间 他说我就琢磨你这个人 他蹲着 非常有意思 他说我是怎么了 他说我觉得这有的人呢是站着说话 有的人呢是跪着说话 他说你啊 你你啊 他说你是蹲着说话 我后来越琢磨他说这个 你知道吗 就是你蹲着说话 然后你看我啪一下 又跟你这二次元联系起来 我有一段 你别以为我对这不感兴趣 我曾经保留下来一段视频 就是说这段视频叫做 你跟这个人生的矿位去联想 游戏不外人生 这个视频的名字就叫 在游戏中我们为何要蹲着 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看看 还有这个呢 C 탁明镜 今天的词 来来 二次元王子 这个我觉得就是马爷说的 这个就是三次元世界的看法 马尔斯元就觉得呢 蹲着的都是厉害的人 真的 在大量的游戏啊 动画啊 漫画里 最有杀气的 孙悟空的都是蹲着的 为什么 斗战是斗战圣佛 是吧 以前是什么 齐天大圣 然后他又不是很规矩 很桀骜不驯的 然后杀气四溢的那种 对吧 都是蹲着出场的 脸上挂着充满杀气的笑 然后蹲着 他是怕挨打 不是 不是 他蹲着是一种什么 就是站着太正经了 坐着呢 坐着 坐着干不了事 对对对 蹲着 而且呢 什么从很高的地方 对吧 一个人 比如说孙悟空吧 拿着棍子 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 这个人充满杀气 咚 落地 一瞬间是蹲着的 呦 你看他这姿势 在地上砸一个坑 对吧 对 所以他这个蹲 刚才那个战事中 只要单膝着地算贵 我蹲着 我就蹲在地上 你知道我想起一事儿了 这蹲特别说明身份 这个我早年二十几岁的时候 比他还小呢 就去出版社 出版社呢 出版社蹲着 对 大作家蹲着 赵树李 山系来的 进出版社办公室 他到办公室以后 他不是蹲地上 他蹲沙发上 我有时候也想 蹲沙发上 他蹲沙发上呢 实际上 那时候以我看 他蹲着沙发上 像这种大作家 蹲着沙发上 我就 我心里就觉得 有感觉嘛 就是 牛的人都这么 厂着坐嘛 只有拘禁的人 他这么坐 或者坐半个沙发 那么蹲着沙发上的人 肯定是 我老觉得是心里受过伤害 后来他们说不是 是山西陕西那边人 都习惯了 我记得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我八季 你八三年吧 我去延安 我一路走 在一个村里 被迫吃饭 然后看在墙根底下 蹲着一溜 而且呢 全都是深蹲 对 就是他什么叫深蹲 就是屁股快到腿前 弄了 就是彻底人是折的 蹲着一人捧一碗饭 在那吃 后来我才明白 为什么 就是山西陕西来的 作家老蹲着 蹲着是他的一个生活常态 生活常态 因为过于穷 就是导致身份的表达呢 就是非常拒绝 我觉得还是得看语境 什么语境下蹲着 就您说 说我到农村 墙根里也蹲一排都吃面 那是一种语境 是吧 我在一个 比如说非常正经的场合 的开会 最放松的那个人 一定是官 不是官 不是官最大的 也一定是非常有实力的人 对 他们给我找照片 先后都有毛主席蹲着 和这个金正恩 蹲着 这是你蹲着的 盘腿坐 所有人都正经为坐 对吧 都很体面 他们不是说是这俩姑娘 说什么 这个网上怎么评论 说不雅 是吧 说的不雅 你做的都特别雅的 你看这肯定都是一般的 这义乌人里边 有一人 你甭管他蹲着 你甭管他躺着 你甭管他盘腿坐着 他特别放松 不这你说的是 但是我同意一个网友的意见 就是说 那俩姑娘呢 就蹲着是蹲着 但是呢 他们蹲在那个地铁 人家那个下车口 你这个 所以啊 我说我们组 哎呀 我说你说现在这二次元 这90后这小孩 我说你们去做个街坊 我说你们出去问问 街上的人 对这个女孩这么蹲着 怎么看 结果就现在这个 这小孩说街坊 他那街坊 就是我们公司走廊 出的不是回去 但是呢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就是说 他们拍的这一段 这一方面你可以知道啊 就是说 蹲 关键是看谁蹲 对吧 二一个你就能知道 为什么凤凰啊 是挣那么少钱 我还没离开 你可以看一下 他们这个公司街坊 文太老师 觉得我们这样 好吧 文太老师口水都流出来了 不是 我跟你说 我对这个 你刚才讲的 这是需要功夫的 亚洲蹲 西方人蹲不了 只有13.5%的北美人 能够做这种深蹲 你说这种 就脚跟石着地 然后其中这13.5%里边 还有9% 实际是亚裔 就是我现在感觉到 这是要训练的 我小的时候 我们石家庄的孩子 有一种行为 叫蹲马路牙子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就是这个深蹲啊 一下午竟然四五个小时啊 没事 没事 对 你现在蹲着 一下就晕了 而且你们俩讲的 我综合起来讲 你能看到这个时代变迁 你看 我早年在节目里 他能讲 我说我在香港 刚去香港公司的时候 我就很讨厌香港 有些女的 你知道吗 就是为什么 因为我是河北来的 我就喜欢蹲 大家报纸摊一地 在办公室 我这么看着方便 对 然后呢 有俩女孩 她以为我听不懂广州话 实际广州话说的是 我唯一的外卫 对 外卫 对 再说 说你看 那个海姆萨楼啊 那个海姆萨楼啊 对对对对 她说 好色 好色了 她觉着 我在那蹲着 是想偷看 他们裙子的风光 我说你不 实际上呢 我说实际上 是看不见的 实际上是看不见的 对对 他是心里说 我说你们不看看 你们什么模样 我看我看 我知 我看 可是后来 确实 他们就会发现呢 就是有一帮记者 在香港那边 记者会 郑主没出来 记者们都得等着 结果有这个北京过去的 一个小年轻的记者 他后来 女孩 后来待不住了 他就蹲着了 蹲着了 后来旁边就有人跟着说 说你不是香港的吧 他说是啊 我不是啊 他说为什么 说你蹲得很自然 你这个 你看这是 我跟你说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就我发现呢 在老一代人的 老派人的教养当中 包括香港人 或者我估计是西方人 并没有蹲的习惯 也许也就是说 你蹲着这个行为 也是没教养的 对吧 又更甭说女孩 不是 可是呢 你等我再给你夹着一道 可是最近我在香港的街头的那些流浪的中学生那 我又发现他们又蹲了 你说有意思吗 比如说一个香港的中年人 他可能不会 他觉得在工程上 不能这么蹲 但是我觉得香港的孩子们 在尖虾嘴那边 他又开始也有蹲的 他主要是个礼仪问题 他发的那篇是不是上面有文字吗 他那个 他说的是一个礼仪训练 你比如说我又想一事 有一年我们去日本 日本人礼仪非常重视 对对对 你在日本你看这蹲你是看不着的 你拿一相机拍一蹲的人很难的 那么对面来的人呢 是在日本摄影界非常就德高望重的老者 七十多岁 那天把我给惊着了 然后就互相就是等于是半聊天 半说话的一个状态 我告诉你那人怎么做 那日本人 我说我坐不了 他坐在椅子上 坐前半个椅子 两头腿这么伸着 就这么着 腰板挺着 两个钟头一动不动 我天练功的 我一开始我也想绷着 我连十分钟都没有 我就开始泻 就不行 这个我给您解释 其实中国古代人也是一样 就您刚才说的蹲是什么 蹲是虚坐 这什么叫虚坐 虚坐是要功夫的 这就是武术上的东西 我表面上是在坐着 我坐实了不行 坐实了动不了了 日本什么剑道啊 这些东西它都是很普及的 就是您遇到那个日本人 很有可能练剑道之类的 剑道就强调什么 就是我好像是 你看我坐在这 包括就是很多他们这种武术 我好像是正坐 其实我要留可能 我要随时能穿起来 他从小都练的是这种东西 所以他们那种仪态 然后日本女孩 很多练那种功道 练剑道 他最后练的功道 大长弓 我以为子宫的功 大长弓 还有那种练剃刀的 就他的那种传统 包括剑道是特别常 常见的 他们中学里的一个 你看那相铺 一开始的时候 对对对 他那就是高蹲了 你看他也是弯着 但问题是 就是我们今天要想讲社会礼仪 这个礼仪 那俩孩子我们没有任何的 就是不好的地方 也许那俩孩子非常的好 只不过就是不太在意这事 不太在意不是他们俩的问题 是全社会不在意这事 所以我们会全社会的感受到 到哪都是一种乱哄哄的感觉 就不注重自我修养 我们现在老提修养 是吧 又想学国学 那就要注重自己的修养 包括在公共面前的一种仪态 这个我这个马老 这我我不太同意啊 因为我觉得这事的本质 它其实不是蹲这个姿势 这个事的本质 就是我有没有权利 在一个公共场所 以一种我觉得舒服的方式待着 而且不影响别人 那你要这么说 你公共场所躺着行吗 我经常在公共场所躺着啊 啊 就我 你刚从公安局出来 没没没 就是就困了嘛 就有的时候走路走 是特别困 对吧 我找一地点睡会 那你这个说法 我只好反摩你 就是说你多舒服 你多舒服 你不能妨碍别人 对 你认为没有妨碍吧 你躺着妨碍了 你蹲着也妨碍了 很简单 如果那个人从这个地铁地铁里出来 你那么蹲着 他看不见 他就绊着了 或者闪一下 这都是有一种妨碍 妨碍观瞻算不算 妨碍别人的审美算不算 当然算 妨碍观瞻 你比如你在公共场合 裸体就算妨碍观瞻 只不过程度不一 自我要求不一样 这个程度啊 就是我们这么做 这已经很不错了 那个日本人是这么做 人家虚做的 人家后背不靠着 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啊 可能更需要放松 在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是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叫 人人开不起玩笑 整体都缺 连幽默感都很缺乏的时候 你看年轻人 人家很放松的 我觉得他们俩蹲着 还真不一定 当时你要说累 我觉得就地铁地脏 要能坐 他们俩就坐了 是吧 说得都坐地上了 这我觉得很正 你到国外去 你看那国外的年轻人 不讲这个 这哪儿找一脚 当然他们俩坐的地方不太好 就是影响人家 地铁出口 影响人家那个 上下就是 马上讲说 扮一根都不行 所以刚才我一前提 就是你得 你别烦 你看我有的时候犯困 对吧 我的公共场所实在不行 困得不行了 我有失睡症 那我就找一没人的地方 就是没人 谁也踩不着我 这没人 我就靠会儿 对 瞇会儿 对吧 这没人管我 我放松 所以您在这三次元站着 你去二次元蹲着 那行 枪枪再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我的感觉啊 就是主持人的老话 不能一概而论 就说啊 这有时候 你这世界上 真是不平等的 有的人 我觉得你就不该蹲 你就有碍观瞻 你知道吗 但是有的人蹲 那叫蹲得美 蹲得大家 看 就增进了世容 比如说我给你看一段啊 当年阮玲玉 好久没看见张曼玉了 你瞧瞧 这个里边有一段 电影里边 这个演员和导演之间 关于蹲的这个对话 梁家辉演的是那个导演 你可以看一下 你很喜欢蹲在这里的 我们中国 有三分之二的人 都习惯蹲在这里 不是他们喜欢 是没办法的 蹲着等官老爷 等地主老爷 在他们后路掌一巴掌 蹲在这里受侮辱 蹲在这里等救星 穿蹲在这里休息 不要整天都高高在上 蹲在这里 蹲在这里给我看一下 至少十年了 你瞧人张曼玉这一蹲 你就感觉害了 这个我说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蹲这个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漂亮姑娘 这个 把你很好看的这种女孩 你要让她脱了都行 不是 反而是越是这样的人 她越正经微做的时候 倒不如她有一些 很随意的东西 很打动人 我给你举一例子 我就是 这我真是亲身经历 因为我就这么多年没忘 大概五六七八年了 我当年也有回路过那个中戏 就在北宾瓦斯那个剧场那边上 然后呢 因为什么事我忘了 就是就是 当时跟一什么朋友 就必须得吃一口饭 我到底从来没去过的那馆子 那边不全是剧院吗 小剧场 就是剧院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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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小一小馆子 闪都闪不开 然后我们当时就 哎呀 起那儿 要了一碗 炉煮还是什么面 就我们俩跟着吃 啪一推门 进了一个 一男一女 对吧 那姑娘 我现在都 就 那个气质 就你一看 就就是属于 他那个气场 打眼 对 一头长发 嗯 不是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普通的那种漂亮 哎 是那种有场 有气场 非常非常 抓人的那种场 然后呢 非常随意 你看你看他那个细的 细微那个肢体动作 嗯 知道 行里的 一定是 一定都是训练过的 愿力的 然后呢 非常随意的 两人坐在这里 说话 因为那个地方太急了 然后呢 人走来走去 他那个头发碍事 我当时还在跟我那个朋友说上 我就我就注意到他 特别随意 他特别随意的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特别干净 跟鲜似的 嗯 就那个前段有一筷子筒 脏户的那筷子筒里 戳那最便宜那种一次性筷子 嗯 他就一边说着话 一边特别随意的 把那一次性的筷子拿出来 把这个纸送来 跟他朋友说着话 就把这头发一盘 突 喝 哎呦 这个我到现在都没忘 就那场景 要不是因为对面 做那个 好像是他男朋友 当时一定上去打闪了 哎呦 错了 他是出来演着吧 应该啊 有男朋友才好上去说话 没男朋友说 那就肯定成了 哈哈哈哈 有男朋友都没多大事 你说我这个是怎么着 然后你不要表达 某个男朋友 以后要学会表达 抓紧事情 我觉得您那是坑我呢 哈哈 我以为你说的是一个长发机 要一进来 哎 来个深蹲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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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